看了最新播出的古装励志美食剧《上时》之后 不少观众声称《沿袭攻略》里的傅恒和魏盈洛欠下的糖 终于由朱瞻基、徐凯世和姚子晶、吴锦岩世还上了 《上时》这部剧是真的好看 因为该剧不仅有盐、有盐、还有燕 让人看得直流口水 丝毫无愧美食剧之名 在该剧开播之初 想必有不少观众朋友都十分好奇姚子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毕竟在剧中仅一位调查《上时局攻略》绅士之时 不止一次暗示了姚子晶的身份不简单 其实哪怕没有游一番的步步紧逼 想必大家也会对姚子晶情情书画样样精通而感到好奇吧 倘若他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那可是一件无论如何也不可去理解的事情 如今看了最新的热搜一集预告之后 不难发现真相终于大白了 姚子晶的真实身份曝光是历史上的孙皇后 众所周知 依据史书而言 明宣宗朱瞻基曾先后有过两任皇后 一个姓胡一个姓孙 姓胡的皇后是胡善祥 也就是剧中的皇太孙妃 姓孙的皇后是孙氏 那是永成宪主部孙忠之女 因此不少观众都对本剧女主角姚子晶和男主角朱瞻基的爱情持悲观态度 毕竟既然上市能播出 那就说明该剧是尊重历史事实的 那就说明姚子晶并非真正能跟朱瞻基走到最后的人 然而令人极为惊喜的事情是 根据十四集的剧情来看 姚子晶竟然并非女主的真实身份 女主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孙皇后孙氏 而且得知这一真相之后 再回过头来 重门前面的剧情 不难发现在第十二集当中 便已经暗示了姚子晶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当时剧中正值上元佳节 也就是俗称的元宵节 是一个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 姚子晶禁不住好友 因子云的拉扯 无奈之下只好去凑热闹 看人在庭院里踏居 熟知踏居才看到一半 庄妃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说了庄妃侍女之托 姚子晶满院子的寻找庄妃 也就一盏茶的功夫 姚子晶终于在后院发现了 正在偷偷抹泪痛哭的庄妃 把庄妃交给专人之后 姚子晶正要离开 忽然几句熟悉的嗓音 姚子晶认出来 人是太子妃的老母亲 彭承伯夫人 便立即绕了个弯 静静地躲在了一面墙的后面 显而易见 姚子晶是认识彭承伯夫人 并害怕那人认出自己 后来镜头一转 彭承伯夫人来到了 跟太子妃踏居场 跟太子妃坐在一处 到了那之后 按理数来讲 太孙妃要给她敬茶 可是彭承伯夫人 直接将其忽视了 后来她亲自解释说 自己并不喜欢 这位孙媳妇 她还是比较看好 自己选的那位 很明显 彭承伯老夫人嘴中的 那个人 就是化名为 姚子晶的孙氏 感谢观看